207年的9月6号 欢迎收看今天全新一天的财经早班车 我是阳光 各位早上好 我是李鑫 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候 昨天又是球迷的不眠之夜 也是辉泪遗憾 但又带着一点小小小的 就不圆满的兴奋的一个夜晚 但是刚才我问了一下 我们演播室里面几个人 只有一个人看了昨天中国足球 就中国队对卡塔尔队的2比1 最后获得胜利的那场比赛 你要准确地表达是 他也没坚持看完 他也没坚持看完 但是怎么说呢 所以今天早晨 其实早上我们就看了很多 这种滚平而来的新闻 既表示遗憾 又说中国队这次尽力了 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可能大家追求的是 你到底是追求一个过程 还是追求一个结果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 这个结果早就已经追求了 对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是退而求其次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 反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你看李皮上来之后 还是带出一些成绩的 但是这个成绩是否 这份小功劳能去掩盖 过去就前半程 只得一分那段尴尬 那段尴尬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原因 但全国人民都看出原因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大 如果因为最后的那一点小成绩 那点小遗憾弥补了之前的那个问题的窟窿的话 那这事就麻烦了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好像每次到最后呢 经常会遇到一些像今天这种类似的情况 都是要看靠自己的最后的所谓的这种小成绩 然后就不停地看别人 还要看别人 对 这是最关键 什么时候能够不看别人脸色 完胜或者早早地就出现 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演播室 包括楼上操控所有的我们收听机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可能都会去关注中国组织 就算我们去上早班 我们也愿意去看一看 好 好了 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飓风哈维肆虐持续 5级飓风埃尔玛即将来临 分析称飓风埃尔玛可能会造成 美国保险的最大惨案 英国议会昨天辩论退欧法案 审议将欧盟法律转化为英国法律 有消息称英国首相本月底将发表退欧演说 全球关注 全球经济复苏得到多项重要经济数据的确认 热故电评 全球著名的网络金融交易商 易创理财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圆满闭幕 今天的财经头条将解读 金砖国家的下一个金色十年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财经的APP 您可以在正在直播专区 找到我们每个时段的互动话题 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的江南地区 云南大部 广西大部 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会有中到大雨 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上海的今天多云到阴 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的程度 明天是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 偏北风 下午转西北风 风里都是三到四级 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2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4度 另外呢 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上海的空气质量指数是74凉 一小时PM2.5的浓度是54.4微克 美丽方面 好 以下呢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了解一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 值得关注 先来看国内方面 将会分别举行中国阿拉伯 国家博览会首届国际激光技术高端论坛 另外呢 第十三届南京软博会也将举行 国际方面 澳大利亚会公布第二季度GDP的几率 加拿大会公布央行的利率决议 美国会公布8月的ASM 非制造业的PMG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呢 进入我们今天的全市场扫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 先看美国 飓风哈维的肆虐还没有消退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昨天又警告了 有一个四级飓风叫爱尔玛 升级到了异常危险的五级飓风的程度 最高持续风速已经接近180英里 约合285公里每小时 就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的大旗扬上的飓风 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 斯科特4号就表示将会做好最坏的打算 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飓风爱尔玛是一个大型风暴 有致命危险 据预测 佛罗里达州处在爱尔玛的移动路径上 数以百万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影响 他呼吁大家做好应对准备 斯科特还说 考虑到预测模型结论和风暴强度 他已宣布佛罗里达州各县进入紧急状态 以确保各级政府能够实现合作 以及资源能运达当地社区 虽然飓风移动的具体路径 现在还难以最终确定 但承受不起无准备的后果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消息 爱尔玛的中心目前正位于 加勒比海被封群岛往东约724公里处 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 本周晚些时候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但要确定具体影响仍为时尚早 据报道 截至当晚8点 爱尔玛持续最高风速已达每小时225公里 预计5号登陆波多里格 据美国媒体报道 如果爱尔玛未来以四级飓风登陆 德克萨斯州 给包括休斯敦在内的德州南部多地 带来持续强降水 并引发洪涝灾害 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 看上去越来越像是美国拍的各种灾难片的情景 希望这次风的影响能小一点 飓风哈维给美国带来了千年一遇的洪灾 而最新出现的这个爱尔玛呢 还可能给美国保险业带来惨重的损失 巴克莱预计爱尔玛可能会超越2005年的卡特里纳 飓风创下美国投保损失之最 最高最糟可能会出现在1926年迈阿密飓风 1250亿到1300亿元的投险损失之上 本周二爱尔玛已经深成为最强的大西洋上的飓风 而当天标普保险业股就创下了 14多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 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整个受灾线 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飓风哈维已经导致60多人死亡 医生目前还在排查以最终确认遇难的人数 数据显示 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 已确认29人死于飓风 该县是此次飓风所致水灾的重灾区 据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估计 哈维飓风造成约9万栋房屋受损 其中约1万栋受损严重 主要集中在哈里斯县 该机构说 飓风灾害发生以来 共接到50多万份灾民救助申请 批准了近1.2亿美元援助款项 用于向灾民提供临时住房 交通补贴以及医疗服务等 四级飓风哈维8月25号登陆德克萨斯州 给包括休斯敦在内的德州南部多地 带来持续强降水 并造成人员伤亡 哈维减弱为热带风暴后 降雨势头不减 致使休斯敦遭受该市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洪涝灾害 因为哈维清洗导致关闭的 美国主要的炼油厂 目前正在逐步地重新开启 分析人士称 由于重新开场的数量 周期还比较难以预料 石油需求近期难以有效回升 埃克森美福上周末 称正在努力地重启 休斯敦基地的 Baiton的炼油厂 但是表示旗下 德克萨斯州的另外的一家 沿海的炼油厂 将会持续地关闭 那这个Baiton炼油厂 是美国第二大炼油厂 而马拉松石油公司 在德州的 加尔维斯顿炼油厂 已经将产量提高至 日产能45.9万吨的45% 而美国最大的炼油厂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旗下的日产能 是60.3万桶阿瑟港设施 依然在关闭中 分析师称 直到炼油行业前景明朗之前 油价都会有剧烈动荡的风险 美联储理事布雷德纳 周二发表演讲 建议美联储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但他认为通胀将于长期 保持一个低位 美联储应该对加息保持谨慎 他表示潜在通胀率趋势 目前可能有所降低 但通胀率远远没有打掉 担心近期物价 是因为受压抑的基础通胀所指的 那么美联储应该清楚地表明 在这段时间内 推动通胀率略高于目标 是适宜的 他也表示说 对于资产评估以及提高的迹象 特别是在商业 房地产和公司债券等等领域 以及特别低的 预期波动水平的这些迹象 都必须保持警惕 那尽管如此几乎没有危险的 杠杆增加的迹象 布雷纳德说 美国经济稳固 投资回升 金融资产泡沫的危机迹象较少 他补充道 飓风哈维会影响 美国第三季度GDP的增长 预计对月度就业人数 有短暂的影响 但是就就业市场总体情况 依旧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预计产出将有可能会反弹 那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 卡什卡利周二就表示 美联储加息可能会伤害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通胀低迷就业增速放缓的原因 他认为过去18个月内的数次加息 已经导致了就业增速的放缓 薪资增长的缓慢 以及通胀预期的低迷 条件不成熟的加息将会付出代价 卡什卡利是美联储当中著名的鸽派 在今年3月和6月的两次联储会议的决议当中 他都投了对加息的反对票 再看一下评级机构穆迪 他日前表示说 如果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 那么将取消他们AAA减的评级 穆迪强调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 那么重新恢复3A减的评级将不太可能 好 再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 决定要废除一项奥巴马时期 为保护年轻的非法移民 被称作追梦人的移民政策叫DACA 也就是童年抵达美国者 能暂缓遣返的一个计划 要想要延期执行6个月 以给国会寻求更加足够的替代的政策 司法部长塞森斯周二宣布了这项决定 称DACA是奥巴马时期 越前推行的政策 司法部不能容忍 目前在美国有80万人得益于 这项政策可以暂时的留在美国 好 我们再把事件转向欧洲 英国议会结束了夏季的休会 昨天辩论退欧法案审议将欧盟法律 转化为英国法律 英国才向哈蒙德游说反对派议员 能够支持这项法案来确保顺利的退欧 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了三轮退欧谈判之后 欧盟方面承认和英国就退欧问题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另外欧盟官员透露说 英国首相特勒沙美本月晚些时候就会发表一个退欧的演讲 而这将是对退欧谈判的一个重大干预 有报道称 在野工党计划提出大量修订 才向哈蒙德呼吁议员切勿阻扰法案通过 并表示与欧盟谈判的进展顺利 欧盟退欧首席谈判代表 巴尼耶也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与爱尔兰外长会面 巴尼耶称了解爱尔兰忧虑英国退欧后 与英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表示会在谈判中兼顾爱尔兰的利益 英国退欧第三轮会谈上周结束 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欧洲议会退欧谈判代表福斯达表示 虽然双方就欧盟公民权利 以及爱尔兰边境问题分歧收窄 但其他问题分歧仍然很大 他又漏了口风 称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计划在本月21日 就退欧发表演讲 形容他的演说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干预 会影响退欧谈判 彭博引述不具名英国官员的话说 福斯达的提法不正确 特雷沙梅的演讲时间和地点 暂时仍然没有落实 首相府发言人表示 已经准备好加强与欧盟谈判 希望可以商讨与欧盟未来的关系 又相信谈判一直进行下去 速度也会加快 特雷沙梅1月10的退欧演说 表明他倾向以不妥协 硬退欧的方式进行 但随着多次会谈 英国政府的立场似乎软化 例如寻求设立过渡期 商讨金融业安排等 外界关注特雷沙梅即将发表的演讲立场 以及对退欧的语调 是否能透露出英国政府的曲态有变 第四轮退欧谈判将会在本月18日召开 第五轮则在10月9日 而欧盟27国领导人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峰会 期间会谈及英国退欧的进展 是否足以开展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英国特优大臣戴维斯周二表示 英国与欧盟在分手费这个问题上 分歧十分明显 那戴维斯说 英国正在认真评估欧盟的要求 但是双方持有完全不同的司法立场 虽然谈判很艰难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10月以后 开启贸易谈判 此前英国已经表示 希望提高现有的谈判的频率 欧盟方面则是对谈判迟迟无法有所进展 开始表示有所不满了 那因为对英国退欧担忧的加剧 二季度海外投资者15年来 首次成为英国企业的竞卖家 那英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二季度海外企业出售 英国企业的规模达到38亿英镑 超过29亿英镑的收购的规模 当地时间4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 与德国多个城市的代表举行了会议 讨论如何解决燃油汽车 所带来的空气的问题 那经过讨论 联邦政府决定 额外再拨款5亿欧元 以缓解因为燃油汽车排放尾气 而造成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 当天在柏林召开的会议 被称为柴油峰会 出席的人员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以及20多位德国城市的市长 经过讨论 联邦政府决定额外拨款5亿欧元 以缓解因燃油汽车排放尾气 而造成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问题 但具体到这笔钱如何使用 会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 只是说 氮氧化物排放污染厉害的地方 应该通过这项资金 推动电动汽车 相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及让公共交通 变得对民众更具吸引力 默克尔表示 所有与会方都有共识 那就是尽可能避免在全德国境内 推行燃油汽车禁令 但他同时强调了 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紧迫性 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 好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南美 巴西央行4号发布了 美洲经济数据报告 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由上周的0.39% 提高至0.5% 明年增长预期是维持在2%不变 今年的通胀预期有3.45% 下调至3.38% 明年的通胀预期有4.2% 下调至4.18% 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设定的 通胀率管理目标终止是4.5% 巴西央行还预计 今年年底基准利率将从目前的9.25% 下降至7.25% 这和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 分析师表示 巴西央行连续两周上调 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并下调通胀预期 这表明 巴西经济将继续以缓慢的态势 进行复苏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我们截止进入 从华尔街的陆胶贼板块来 关注一下全球市场的风云变化 西方华尔街 东方路加嘴 全球的资本市场又将如何联动 进入我们今天的从华尔街到路加嘴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 欧美市场的情况 先来看一下美国市场 三大指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挫 道琼斯是1.07%的跌幅 纳斯达克0.93% 标准不然是在0.76% 具体的情况 我们再连线到前方记者格威尔 请他做一下相关的介绍 格威尔早上好 早上主持人 昌现在上周末 进行第六次核实验的消息 令到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升温 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开盘沉压 联合科技和高盛 领跌纳指中的像是苹果亚马逊 谷歌等的科技巨头 均有不同程度的沉压 反映市场波动性的BIX 恐慌指数标涨超过30% 各股方面 联合科技宣布收购飞机零部件 生产商Rockwell Collins的消息 令到前者的股价 隔夜大幅下跌超过5% 联合科技将为此分别支付 230亿美元的收购价 并承担Rockwell Collins 70亿美元的债务 并使得这项收购成为 航空业史上最大单的收购 其实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9月份通常是 美股交易波幅较大 表现较为糟糕的一个月份 事实上根据Bestbook 投资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取了过去100年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 月度涨跌幅发现 道指在9月平均下跌1.09% 而表现最为优异的 则分别是12月和4月 平均路得单月涨幅 1.55%和1.25% 2017年的9月 尤其令人关注重要事件扎堆 朝前半岛地缘政治局势 紧张情绪的升温 美朝领导人口水战不断 9月19号到20号 美联储将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投资者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会宣布开始收缩 4.5万亿的资产负债表余额 而结束为期五周的夏日休会期 国会议员们回到华盛顿 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上调美国债务上限 并通过新的预算法案 如若不然 政府将会再度面临关门的窘境 而继四月德克萨斯州的哈维飓风之后 另一个埃尔玛飓风 已经在大西洋腹地增强至五级 预计将会在本周末登陆佛罗里达州 而巴克莱更是预计它的影响 甚至会可能超过卡特里纳飓风 而截至上周五年内 道指和标普白指出的涨幅分别约在10%左右 纳指更是在年内上涨了19% 刚才格维尔特特别提到了 9月份对美股来说 还是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月的 而且隔夜美股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挫 那么美股能否打破9月的魔咒 华尔街对此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格维尔发挥的相关的情况介绍 认为优优独播剧场上升 而且选择 四多年 应该地方 我们还要涨 我们开始 stuff 看 Ke讲的话 It' s going to be a little rough but we do also have tax reform looking out maybe, mayb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ax reform is going to be like a coiled spring for this marketplace you have a sell-off here if it's significant enough it's a 15% corporate tax rate some repatriated funds you are going to see this market bounce and that is why I was talking about 2575 to the upside on the S&P if you get the bounce off of the level and you do see positive news regarding North Korea positive news regarding the budget and this bounce on pound tax cuts you you're going to see much higher stock prices don't even worry about valuations people say valuations are high yeah okay so what you know interest rates are low so is inflation it's not an issue price discovery is the issue only worry about what is not what was people worry about what was too often but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about raising the debt ceiling as well as the budget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get them both done I think they have to get them both done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had problems embarrassing problems both in Congress and at the executive level now if they need i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try to save face here and being they most of them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mo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re from the same party there's no excuse not to not to get this done these seem like to me the budget and the debt ceiling seem like the two easiest things to get done so I do believe that will happen and also I know there's a trend do you think the investors are sort of like going on a tendency of outer their portfolio from stock stock markets to either the goal or the Treasury bonds as a couple things going on here for gold 1305 was a key technical level that a lot of guys who invest in gold we're looking at when that level broke to the upside and held on the retest a lot of guys took their allocations to higher levels which forced gold higher that's really key now treasuries are something of a safe haven in times of crisis which which North Korea has presented the world with a time of crisis and gold benefits from that as well interestingly though the dollar which is weaker he's not benefiting from that the dollars not being seen as a safe haven investment anymore as would be let's say the yen or the euro 好 谢谢我们的前方记者包括这个评论的嘉宾啊那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市场三大指数 只有的德国DEX指数呢是有0.18%的一个涨幅法国CAC40 0.34%的跌幅英国富士是0.52%的跌幅 我们再连线到前方记者薛焦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薛焦 好的 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在早盘时出现了小幅的高开高走隔夜公布的中国八月份综合PMI数据好于预期 乐观的经济前景推动了欧洲的矿业股大幅上涨 德国DEX指数盘中一度上涨约0.9%而其他主要股指的涨幅也在0.4%左右 但在接近五盘时欧元区公布的一系列服务业以及综合的PMI数据却并不理想导致了欧股的涨幅有所收窄 此外 地缘政治的担忧依然在影响着投资者的情绪 金融以及消费股跌幅最为明显 截至收盘 欧洲斯多克600指数微跌0.08% 报373.87 各股方面 全球的工业巨头来自法国的施奈德电器公司周二宣布 收购了英国的工程软件制造商Aveva集团 推动后者的股价大涨接近30% 而施奈德的公司股价也上涨约0.5% 收购后 双方将创建一家价值超过30亿英镑 在伦敦上市的软件公司 本周四 欧洲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此次比以往更受瞩目的原因在于 欧央行可能会释放削减QE的信号 并且自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 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 对于强势的欧元不遇置评后 市场对于欧央行打压欧元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快速升温 目前业内人士预计欧元可能在周四的利率决议后 出现明显的下跌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薛教的介绍 那了解了隔夜欧美市场的表现之后 以下进入我们今天的全球关注 好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创策略的李奇 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全球经济的复苏形势 李奇特别提到了几个观点 有几个佐证 是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走入了一个复苏的通道 哪几个方面 基本上从四个方面 一个是从GDP的一个增速 第二个是从PMI PMI的采购人经济指数 第三个就是我前期在节目里面介绍的 波罗的海指数 干散指数 对 是 然后第四个就是从失业率 从这四个方面来评价一个全球经济的 一个整体的情况 我们先一个个来 OK 先从这个GDP来开始 对 这有什么一些具体的一些数字能告诉我们 GDP的话 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 最近国际经合主持 对45个国家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调研 调研以后发现了 45个国家第一次同步地实现了一个增长 这个是在过去10年第一次发生的 10年之内的第一次 10年之内的第一次 第二个是在这45个国家里面 33个国家 今年的GDP的增速是远远强于去年 所以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好的 之前的在过去10年或者过去20年 也只是在石油危机之前的那么几个月 以及80年代的中后期才会出现这种共振 我们很久没有见到这样一个场面 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 这是一个GDP方面的一个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PMI指数 PMI指数是采购人经济指数 这个指数通常来说是去调研 这些采购经济人的一个对市场的预期 也发生变化了 发生变化 这个指数的表现情况是非常地好 因为它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前置指标 就是它是有一个领先的一个作用 首先从整个欧洲经济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欧阳行的德拉基说 整个欧元区 这个欧元非常强硬 为什么非常强硬呢 是在于整个欧洲的整个经济的PMI指数 全部表现出非常强有益 PMI指数通常我们按50 对 做一个分界线 拿一个分界线 这个50以后了 整个欧洲在50以上 现在能达到多少 欧洲的话 平均是在52左右 那个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整个欧洲市场 昨天德国一枝独秀 那法国 英国都表现得不太好 因为德国整个的PMI指数 是达到了这个59.3 这应该算很高了吧 对 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特别强调的是 整个欧洲有很多国家 78个月 在过去78个月 目前是过去78个月的新高 这个里面重点 包括哪些国家 有荷兰 有奥地利 有希腊 也有法国 等这么多国家 有大的 也有这个前段时间 少些不太好的 应该说整体上 看起来不较不错 是 特别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话 因为在英国脱欧以后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就更多的 要入大家的眼球 意大利的PMI指数 也是达到78个月的新高 好 那么我们再赶紧抓紧时间 来看看其他的两个方面 给我们做一下 简单的一个介绍 OK 其他两个方面 一个是波罗的海指数 这个指数 对 这个钢货指数 通常来说是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更多地衡量了 各个国家如果在出口贸易方面 有复苏的几项 这个波罗的海指数 就表现很好的一个强 这个指数 去年是一度表现非常疲弱 到2016年的2月份 但是2016年的2月份 以后开始反弹 现在一路反弹到快 接近1000点 也就是说明全球经济开始货运方面 或者海上货运 开始活跃起来 对 开始活跃起来 并且中国最近和法国 法国的波飞公司 签了一个非常大的订单 这个订单有96亿的一个订单 也就是要求中国去造船 造船了以后 正好是在海上去货运 充分反映了整个欧洲经济 整个复苏了 所以给我们签了 这么大的一个大的订单 几个方面我们都看到 有这个向好的迹象 但是大家说 好了 但是最为关心的是 我们简单地做一个预测 你觉得这种持续性 大概有多少 这个持续性的话 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 唯一就是美国的持续性 会比较偏弱一点 我觉得整个欧洲经济 表现得肯定是非常好的 整个经济态势表现得比较好 包括失业率 全球的失业率也非常低 但是美国经济 美国我想特别提出一下 美国的PMI指数 也是非常强劲 也强劲 在9月1号的表现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的 前方几个发挥的这个 是 他们那些评论员的一些观点 是 虽然这个 大家问华尔街的一个态势 大家觉得 最近是不是黄金表现得比较好 是不是大家把资金 都流露到黄金和债券 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情况 这个是短期的一个避险 避险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们先不谈特朗普 谈整个美国经济 美国失业率极低 在4%以下 这样的一个水平 第二个呢 美国的PMI指数 非常强劲 反弹 所以这个呢 表现了美国未来经济都很好 一旦税改政策 包括那个 真的落地的话 真的落地的话 美国经济肯定是非常强 唯一不确定性就是加息 这个加息啊 其实是个魔咒 历史上的 美国的历次的金融危机 都是由于加息造成的 所以这个加息 我们有的时候在说 今天三次 有人说两次 有人说刚才12分 就算了 不管了 只能到最后看了 到底加几次会是什么样子 是 但是所以呢 所以目前所有的表现来看 都是渐去下好的 这样一个形势 对 只要不出一些大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有关这个 全球的这个经济复苏情况呢 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以下进入今天的一栋美国报 看一下在板块方面 尤其服务服务 服势水业医疗保健产品 互联网是涨幅居前 但是幅度呢 并不是非常大 来看一下各股呢 分属生物科技 尤其设备服务 农产品 还有区域银行 来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将 李奇给各位带来的 乐莫国航 是一家支线航空公司 乐莫国航 好像没有听到过 这家公司呢 是做什么呢 它最擅长于做农资租赁 就是国外提供了一个飞机 一种呢 就是我把飞机直接卖给你 第二种 它不是航空公司 它不是航空公司 它是提供这些服务的 然后呢 主要的强调一个新的名词 叫leaseback 一般呢 它有两种服务 第一种呢 我直接把飞机卖给你 第二种呢 我把飞机卖给你以后呢 我再过来换你经营 所以后来就变成一种 农资注资的这样一个行为 它是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昨天的这个异动美股里面表现 它昨天有9.25%的一个涨幅的话 重点原因就是它先 最近签了一个大的订单 有七架飞机 七架飞机是跟这个 机 机 签了一个七架飞机的一个订单 这个七架飞机里面呢 有五架飞机呢 就是正宗的去销售飞机 第二个呢 就是leaseback 有两个 到时候我还可以回来帮你经营 对 是 然后最后一点呢 它也签了另外五架飞机的一个 就是纯粹的经营的许可 它实际上就是 我也不去买 我只不是 我就是帮你经营 对 但是它买飞机 它要先买吧 我先把飞机卖给你 它要先卖 对 但是它这个飞机 它也不是制造 它也不是 它是用的波音 波音的飞机 它到波音去买 对 买行我再卖给航空公司 对 航空公司你再拿回来 我帮你经营 对 这有点绕 对 这个我感觉有点绕 但这个形式是 为什么它会 这种呢 在那个财务方面就比较好 我一个大的一个服务 卖给你的时候 就比较贵嘛 所以我当期卖给你以后 我其实逐渐每一期 在回收各种 各种经营费用 对 所以在财务处理方面 会比较好 更像一种融资租赁 它现在规模有多大 这家公司的目前的 市值规模 还是比较偏小 一年的话 大概有90 98亿的一个营业收入 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 所以利润 金利润 其实是营业利润 只到7个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98亿的这个 应该是10%也不到 对 10%也不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它这种形式 你怎么来看 怎么来分析 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保险公司 也开始做融资租赁 就是对于一个大的设备 它摆明了 它购买这个设备也比较贵 所以当我去经营的时候 它不太愿意把这个钱 全投入在这个设备上 对 所以它先买 再卖给你 然后再回收成本 所以它其实流动资金 资金方面控制的是很好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 对这个公司做了分析 发现它的资金效率 控制的是非常好 这样的话 它的流动资金就很少 比如说你先进货 你花了一笔钱 然后立刻把这个货 给卖出去了 回收了资金 然后每年再去帮它去经营 经营 这样的话 你自己 有个附带利润在这里面 还有经营利润在这里面 对 所以你自己占用的资本金就比较少 但是对于其他的行公司 它很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形式吗 或者它愿意接受你这样一种服务吗 它的服务还是整个比较好 而且它的租赁 农资租赁 它形成了一个态势 还有一定的垄断地位 我记得当年的太平保险 自己也成立一个太平的农资租赁 在自贸区 其实做的也是这种 类似的事情 大的设备 它就进行农资租赁了 也就是说市场实际上 对这个还是有需要 比较认可 特别是对于那些比较贵的设备 或者说我的这个 本来我想经营这个 但是我的经历不够 不如我先来回经营 这样的一个导手的话 可能会解决我们以前的一个矛盾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 好 一度五股的内容 先聊聊到这里 稍后各位还想看 好 接着我们来了解 一组最新的欧美公司资讯 美国多元化工业巨头 联合技术周二大跌 5.69%收报在111.21美元 创下了四个月的新低 罗克维尔科林斯上涨 0.3%报在131美元 联合技术此前宣布 以300亿美元收购 罗克维尔科林斯 那预计收购交易会在明年的 第三季的完成 这时候会诞生全球最大的 航空业的供应商之一 而一次同时 波音担心合并会影响 飞机零部件供应链的市场竞争 威胁要取消部分 和这两家公司的合同 生物科技公司INSMED股价在美股周二早盘交易当中 一度暴涨近130% 收盘暴在26.99美元 暴涨了119.61 那原因是该公司宣布用于治疗罕见肺病的一个药物 在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当中达到了主要的终点 那INSMED说 这个公司计划将这种药物命名为ALIS 来寻求加快审批的流程 此前该药物已经被美国食物药物管理局 授予突破性疗法的认证 并且进入了一个快速审批的通道 纳斯达克周二宣布将以7.05亿美元收购 内容及分析提供商E-Vespon 以扩大企业技术数据和分析的业务 纳斯达克表示 该公司将会通过所持现金和债务 来进行这项并购交易提供融资 并且预计该交易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就完成 纳斯达克公司的股价收盘下跌了1.3% 苹果公司又要发债了 所筹的资金将会用于股票的回购和派息 据申报的文件 苹果这次发债最多分成五个部分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 其中期限最长的是30年期的债券 收益率或将高于美国国债1.25个百分点 知情人士表示 因为信息没有公开要求匿名 苹果300亿美元股东资本的回馈项目 已经完成了大约四分之三 惠普企业公布了2017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报告显示 惠普企业第三季度净营收是82亿美元 同比增长3% 净利润是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90% 惠普企业第三季度营收和调整之后 美股收益均远超分析师此前的预期 2017年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许多世界家电巨头都搭建了智能家庭的样板间 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驻足和体验 支持智能家庭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也逐渐成为焦点 在展会上可谓是无处不在 本届展会上 博士 菲利普 松夏等近30个国际品牌 各自展出了使用亚马逊语音助手 亚历克萨的产品或解决方案 例如用户可以对着亚历克萨音响发出语音指令 从而控制烤箱 咖啡机 电子炉等设备 通过语音指令 不仅可控制这些设备的启停 还能控制温度高低等 菲利普公司利用亚历克萨 推出了成长记录手机应用 这款应用方便新生儿家长 记录宝宝的饮食起居 比如何时吃奶 何时换尿布 何时入睡等 过去 家长要靠手动输入这些数据 新版本加装了亚历克萨后 只要对着亚历克萨说话 他就能在成长记录应用中记录数据 此外 塔多智能恒温控制器 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远程遥控 和亚历克萨联手后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用户只需说出口令 亚历克萨就会要求塔多 按照要求调节室温 布拉吉公司则将亚历克萨 安装到蓝牙耳机中 激活后用户可以通过语音 实现播放音乐 听广播 或者叫车等功能 展会上 还有一些品牌的智能家庭 使用了谷歌助理 今后 对于家里的电视 和音响设备等 家庭主人只要对着遥控器发出指令 便可选择想看的节目 影视剧等 日本电气巨头松夏 在此次电子展上主打的 SCGA10智能音响 在保证音质第一的前提下 引入了谷歌智能助手技术 可以执行用户发出的语音指令 此外 三星智能手机语音助手 比克斯比也在三星最新款冰箱上就职 这款会说话的冰箱 是三星第二代家庭中心智能冰箱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实现搜索食谱 报告天气等多种功能 这款冰箱还能自动调节冰箱内的温度 并根据主人的饮食习惯推荐食谱 同时可以与其他智能家电联动 包括空调 吸尘器等 让冰箱成为名副其实的家电总指挥 接下来三星电子计划将旗下全部家电产品 采用物联网与声音识别技术 于2020年实现家电全面智能化 看着呢是挺神奇的 家电智能化之后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给你提醒 但问题是人的时间观念和记事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能力 会不会在那么多可以提醒你的家电当中 慢慢退化 这倒是一个新问题 德国医药化工巨头默克昨天宣布 考虑出售旗下消费者保健部门的全部 或者是部分的资产 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 默克表示有可能为消费者保健业务 寻求战略伙伴 评估该业务的前景程序 目前仍然处于一个早期阶段 据分析说 德国默克希望将主要的开支 集中在新的抗癌药上 这是该集团近十年来推出的首个 新抗癌的疗法 由默克和美国制药巨头 辉瑞来合作开发 好 公司方面的消息 我们先了解到这里 接着进入美股放大镜 欢迎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来看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带来的是 哪支热股 易创理财属于投资中介板块 出现了2.56%的一个跌幅 全球著名的网络金融交易商 它从事 就是一个互联网券商 互联网券商 对 因为这个主题 现在在中国 内地也提得很很广 各个中国的国有的券商 都想转型成为互联网券商 我们今天正好评价一下 美国的互联网券商到底怎么做 互联网券商是源于早期的 美国的佣金战 就像中国 中国很早以前 中国的佣金是千分之二 现在一路降了万分之二点五 甚至现在有很多 中国券商说要万分之一点五 这个价格 美国其实也是打这个价格上 美国的收费和中国有点不大一样 美国按美笔 最低收费 它不是按这个金额 金额也按 它是按金额和美笔 里面取一个最大值来收费 因为你有可能 因为美国股票 可以不是一手一买 是一股一买 所以你可以买三股四股 五股可以这样买 这样会产生佣金就特别低 对 这样那个佣金商就不赚钱 算金额来的话就很低了 对 所以它就搞一个美笔 美笔来收费 美笔最早的时候 美国当时没有互联网权商 就是人对人的门店 就类似于中国营业部 现在的营业部 是100块美元一笔 这是很早 然后后来大家开始打价格战 一锥的是在整个价格战中间 在9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首推的价格战 当时的一路把佣金 到今天下调到12.99美金 这是 每笔 每笔 然后现在就是对于大的订单来说 也可以降到9.99美金 但其实也不算特别低 营透证券 营透证券也是美国互联网权商 现在降到了每笔一个美金 一个美金 这样的一个极低的一个费用 一锥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 靠这个的话 它这方面的是不是就会变得很薄 或者说是很少 而且要靠其他方面来 首先第一点 这个利润其实是非常的丰厚 很丰厚 这个利润到底有多少 就是价格战打成这样 它的利润也很丰厚 是 我们以营透或者其他券商来做例子 其实它从交易所 以及产生的交易费用 不到0.2美金每笔 不到 平均下来 平均下来 但是它出售的价格是 接近10个美金 所以这个已经非常高了 这个倍数翻得太多了点 对 就算像营透这种互联网圈商 一路降到一个美金的时候 其实它的利润空间也有0.7 0.8 整个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佣金的利润是非常高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打价格上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 有些创业公司 比如说罗宾hood 基本提出零佣金 我不收你的佣金 免费给利用 它通过服务来收费 所以在价格战中间 一吹的其实是比较 看来价格战是无处不在 也别要经常说 我们这也会出现 现在港股也开始价格战了 港股 港股的话 比如说现在大的国有券商 港股收费是千分之二 然后每单最少的是100港币一笔 然后但是现在香港的部分券商 打价格战 要把它降到万分之二点五 像中国用金 我们理解这个价格战 是我是为了扩大 争取更多的客员 客户到我这里来 但是你也相应的 你也要付出的 你要提供服务的 隐喻的就是要财人 网络圈上的关键在于 它的经营的员工数量要低 不要搞那么多营业部 大低的成本 对 把营业部砍掉 做成清醒营业部 或者全部通过网上去获客 你看大部分的费用 就是花在销售人员和维护人员 销售人员就是以牛客户 我们拿这个一翠的作为例子 一翠的在长期 每一年的广告的投入 是占到50% 占到营业收入的50% 营业收入的50% 对 这个意思是什么 它基本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通过品牌露出 每天跟你说一翠的什么好 然后跟你做各种节目 引更多的粉丝群 然后它就不养员工 不通过营业部来拉客 自动能就在网上开户 然后成为它的客户 这样的话 它就获取了大量的客户 所以在这方面 它的花销是比较大一些的 对 是 成本是要高一些的 是 它历来了 就是把品牌意识 建议得比较强 第二个就是在打网 价格战情地质下 这些券商怎么生存呢 要提供服务 以前的券商提供了 所谓的服务 一个降价 第二个 你推荐点股票 其实作用不是特别大 比如说你现在 已经不大愿意听 营业部的某个投资经理 跟你说买一只股票 那Etrade在美国怎么做呢 他给你提供一篮子服务 给你一个portfolio 一个建议计划 首先他会评估 你现在的财务状况 比如说他发现 你没有太大的负债 没买很好的房子 每个月还很高的贷款 的前提之下 他会推荐你买一些 高风险的股票组合 或者是ETF组合 如果他发现 你的负债特别多 每个月要养房 养车等等 他就会推荐低风险 同时他给你更多的强调 主动加被动 所谓的被动就是买ETF 但是被动的收益率 其实很低 很难吸引人 所以Etrade更多的推荐 主动加被动的portfolio 推荐给你 所以他组合方式比较多一些 对 而且他每次推荐给你 至少是15个股票左右 你刚才说到财政 我突然又想到 我们最近比较说的 这个就是证券金融这方面 对 机器人就是这个 机器人 智能 这个恐怕也应该是一个方向 将来 所以Etrade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因为Etrade目前 它的收入里面 60%是息差 40%是佣金这一块 他也充分地看到了 市场都在降价 罗宾或者这样是零佣金 所以只能后端收费 后端收费以后 你还是不能养人 养人还是很贵 以前等于你养的是销售 现在你要养更多投研能源 投研能源帮你理财 帮你理财 帮你来推出去各种组合 来吸引客户 对 吸引组合以后 还要帮你去做rebalance 再平衡 比如说你隔一段时间赔钱了 对 后期维护了 但这个肯定也很贵 所以一定要搞机器人投股 所以Etrade 它在2017年的方案里面 Etrade它的CEO就说了 我们今年会加大 机器人投股的比例 以机器人投股 来取代以前的传统的投股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费用 它等于一步一步地走 第一步是通过网络全商 把销售砍掉 第二步通过机器人投股 越来越形势逼人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马上要回到我们国内来 对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找互联网全商 或者这样想想 那么这个模式可以用吗 这个模式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第一点就是说 在大家都比拼价格战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如果其实您知道 交易所收的费用是1.5% 每家券商 现在有些券商降价降到2% 也就是说 整个佣金里面 它只能做到0.5% 它无法养各个营业部 所以它只有一条路 提高水平 提高服务佣金水平 但是已经降价降到这个样子 怎么提高了 好 我肯定要跟你提供理财服务 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对 但是增加了这个服务以后 我一定要去人工化 我不能说我增加一个新服务 我又雇20个人 因为后面20个人 其实比销售更贵 一个投资顾问的费用 基本是销售的2.5倍 这样的费用 所以我一定要用 通过机器人的方式 帮人做这种理财 所以我看到中国的话 现在目前九州证券 就采取这种模式 首先把佣金打得非常低了 现在逐渐逐渐地 开始了搞一些投雇 机器人投雇 包括广发 也在搞机器人投雇 意思是什么呢 以前主流的普通的C端 面向经纪人 经纪人把你引入券商 然后他给你推荐一个 人工投雇 现在不这样走 直接手机 你下载它的APP APP上就有机器人投雇 然后你一点 他就告诉你 你的风险评级 应该买什么股票组合 是组合 不是一个股票了 然后并且当你购买以后 根据你的业绩表现 他会告诉你 这现在是不是要调仓了 应该增什么股票 补什么股票等等 所以后续这些服务都通过手机端 给你实现了 也就是说这个形式的发展 恐怕会很快很快 就会让我们亲身亲身的去体验到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通过这个互联网的这样 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都是在这个网上来 来进行股票的操作 只是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对 一个互联网权商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李奇 在华尔街道路加嘴板块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解读和分析 那我们七点当的这个 财经早班车到这 先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亚太 也包括国内的相关信息 好 北京时间7点57分 欢迎继续收看财经早班车 第11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昨天在吉林省长春市落下帷幕 那在博览会期间呢 来自东北亚 东南亚 欧美 大洋洲 非洲等 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多客商 都聚会到了吉林的长春 寻求经贸合作的机遇 据介绍 本次经贸投资合作 突出的是时效 对外贸易成交额达到了8.37亿美元 国内贸易成交额也有24.53亿人民币 那么签约投资合同呢 达到235个合同影子额达到 2243亿元人民币 中国海南省与泰国的经贸交流 继续保持一个深化的态势 昨天双方签署了一批总计金额 约有30亿元人民币的合作项目的协议 海南省政府当天在泰国曼谷 举办了经贸交流会 那会上来自该省的6个企业机构和泰方 签订了5个项目的合作协议 内容包括院校友好备忘录 航空服务类培训协议 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合作协议 和海口至巴蒂亚航线的开通协议的 那签约金额达到了29.6亿元 韩国央行昨天发布的初步数据 显示今年7月份 韩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 是72.6亿美元 连续65个月保持顺差 但访韩中国游客数却锐减 旅游项目收支逆差规模达到 17.9亿美元 这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受此影响 7月韩国服务业的贸易逆差 达到32.9亿美元 历史第二高 仅次于1月份33.6亿美元 这个数字 在金融项目方面 金融账户净资产增加了 97.7亿美元 韩国人对外投资增加 68.6亿美元 外商对韩投资增加 36.6亿美元 在直接投资方面 韩国人对外投资增加了 7.4亿美元 外商对韩投资增加了 3.4亿美元 路透社昨天援引 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 西部数据已经决定 放弃竞购 东芝芯片业务的部门 主要寻求在芯片合资公司当中 来寻求更加有利的地位 当前东芝芯片业务 主要有三家竞购方 分别是西部数据财团 贝恩资本财团和富士康财团 那么现在西部数据退出竞争 贝恩资本财团赢得交易的可能性 大幅度的提高 因为和富士康财团相比 贝恩资本获得反垄断部门批准的可能性 会显得更高一些 日本国土交通省昨天宣布 日本航空公司当天一架飞往纽约的航班 出现了发动机起火 并非碰撞飞鸟所致 目前调查发现在它的左侧的发动机后部 有多处叶片的破损 具体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当天中午 日航自东京羽田机场飞往纽约的一架波音777飞机起飞后 发现左侧发动机起火 后紧急折返 破降羽田机场 当时机上共有251人 无人员受伤 最初日航推测发动机起火原因是碰撞飞鸟所致 日本国土交通省称 调查后发现 飞机发动机内部并未发现鸟的血迹和羽毛 因此排除撞鸟的可能性 另外 在飞机起飞跑道上发现一次飞机掉落的粉状零部件 日航正在调查可能导致引擎故障的具体原因 又是飞机的事 据印度时报5号的报道 当天凌晨 印度快运航空一架客机 在客清机场降落时滑出了跑道 当时飞机上还有10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所幸机上人员都没事 据介绍事故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40分左右 飞机在靠近停机位的时候 居然滑出了跑道 根据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画面 飞机滑落掉进跑道旁边的排水道里 目前事故原因依然在调查 据悉这架飞机是从阿联酋的迪拜起飞 飞机型号是波音737-800 周三起 麦当劳将会关闭在印度北部和东部的169家连锁店 印度合资企业康诺特广场餐饮的经营权 及其对麦当劳品牌商标设计营销策略和使用权都将被收回 今年8月21号 麦当劳发布了和康诺特广场餐饮终止合作的声明 原因是该公司严重违反了特许经营的协议 涉及影响餐厅的利益 8点之后亚太市场开盘情况如何 我们请李欣来跟我们做一下介绍 好的 那我们现在是8点02分 亚太各主要市场今天早盘也开盘了 大致的看了一下 可能是受到隔夜欧美市场的影响 早盘日经225是低开 目前是在0.46%的跌幅 19296点 韩国COSPI也是低开了0.20% 目前是2321.95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普通股指数 也是0.27%的跌幅 5752.1点 以下我们再来连线到香港演播室 请郭启臣来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 早上好 启臣 早上好 李欣 我们看到确实是日本市场 在近段时间是非常的低迷 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 这个指数已经跌到了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我们看到也是优于受到了隔夜 这个欧美市场的一个走势的影响 我们看到确实是现在这个整个投资气氛 是相当的低迷 那么有很多大的投行 以及很多分析师也是表示 目前亚太市场的整个走势会 与欧美市场的这个走势的 这个结合度和过联度要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是要变得越来越强 那也是会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另外的一个数据 看得非常的明显 就是美元指数 那这个美元一直在走弱 那么使得这个美元对日元是一直的走低 那我们看到目前已经跌穿了109的水平 目前在108.6的一个水平 那么可以说这个水平也是非常 也是在两个月以来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点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日本市场在连续跌了好几天之后 今天依然是没有什么起色 那么从韩国市场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韩国市场同时同样也是受外围这个气氛影响 但是韩元这个也是比较的坚挺 那么也是因为国内韩国国内对于整个韩国经济的预测 还是相对比较的乐观 那么使得韩元在整个大环境比较弱的情况下 还是相对的比较坚挺 那么使得韩国市场的跌幅 没有像日本市场在近一段时间来以来那么大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在后市 那么还是要看包括欧美市场那边的一个走势 是否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表现吧 那么继续关注后市 那么以上就是亚太市场的一个最新的开放情况 李鑫 谢谢启臣的介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伴者 以下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相关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一起来看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中外记者 介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的成果 习近平说会晤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全面总结了金砖合作十年来的成功经验 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蓝图 而稍后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就会和嘉宾一起来解读本次厦门会晤的重要成果 并且展望金砖国家的下一个金色十年 再来跟踪一下人民币的表现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第七天有调升 这创下2015年10月份以来最长的一个连涨时间 并且升至了2016年5月18号以来的最高 但业内内外人民币并没有受此影响 盘中皆出现一定的回调 在岸早盘虽然有所上涨 但随后盘中也回吐了涨幅并且有所翻率 重回到6.54的关口 离岸人民币也出现一些下跌 盘中最大跌幅接近300点跌破了6.5500的关口 结束12天连续上涨 多位业人士指出 当前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趋势 是源自市场供求的力量 人民币汇率已经从美元 若人民币强转变为美元强 人民币更强这样一个态势当中 再来关注一下数据 宏观数据方面 继8月的财新制造业PMI走高之后 财新服务业PMI也表现超预期 显示出经济前景向好 数据显示 8月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为52.7 较7月回升1.2个百分点 为三个月最高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服务业PMI不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服务业商务指数为52.6 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8月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皆有增长 拉动财新中国综合PMI数据从7月的51.9升至52.4是6个月来最高 其中8月服务业新业务量整体增速可观 也是三个月以来最显著 许多受访企业表示 这与事况改善 企业采用新的营销策略有关 制造业新接订单量是超过三年来最强劲增幅 综合新业务总量创今年以来最高增速 对此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 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双好转 带动8月经济景气度继续攀升 需要注意的是 近期投入价格的上涨 是否会带来企业利润和经济通胀的压力 羊羊昨天公布了第二季度 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 第二季度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368.98亿笔 金额是949.82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32.30%和1.02% 具体来看 银行卡发卡数量保持一个平稳增长 移动支付业务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第二季度 银行业金融机构 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362.47亿笔 金额是545.58万亿元 移动支付业务82.22亿笔 金额是39.24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40.51%和33.84% 据币网 昨天晚上发布的公告说 将会下架所有的ICO的代币 公告显示自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来 据币网和监管层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 积极配合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坚决治理市场乱象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据币网现有的交易品种 比如像比特币 以特币 以太币等等多种虚拟货币 不由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常性和强制性 具有极高的价格波动 甚至资产归零的风险 恳请用户务必在风险自担的前提之下 要进行谨慎的交易 继之前一天 央行公开表态叫停ICU之后 各大平台纷纷做出反应 截止到目前各大平台的ICU平台 在其官方网站上全都宣布了 ICU项目要通通撤销 退币工作将会陆续开展 目前有平台挂出 七天无理由退币这样一个标语 记者从一些交易平台内部人士当中了解到 目前各地的金融办 正在配合央行开展具体的工作 并且对此前的ICU项目进行统一的统计 不少交易平台都已经挂出了 ICU项目撤销和退币的通知 退币时间和流程则要视项目情况而定 记者从一些ICU项目的投资者处了解 在某大型交易平台上 已经完成了提币到钱包 提币状态显示已转出 同时记者今天从业内了解到 平台方面已经收到 各地金融办下发的内部通知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也已经配合央行开展 代币融资交易平台的清理整顿工作 停止ICU代币发行 做好退币工作 同时要求各平台报送ICU项目数量 参与人数 融资规模情况 以及上报代币融资交易平台股东 实际控制人 高管的基本情况 ICU盛行与比特币 以太币的交易关系密切 有消息称监管整顿ICU只是一个开始 后续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也将开展 昨天叫停ICU的公告发布后 各类虚拟货币应声下措 比特币从28500多元 持续跌到26000元 黄振表示 目前的决定是补上了 2015年央行等十部委出台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的缺口 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没有谈 没规定 所以这个 现在就是来堵上这个缺口 下一步应该是不仅是 ICU 包括虚拟货币 以及各种交易场所 都应该进行这个系统的规范 2017上海网络视听记记 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 昨天上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今天论坛主题是 法道 行稳和志愿 记者从上午举行的主论坛上获悉 截至今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 其中 网络视听用户5.65亿 呈不断增长趋势 以网络剧 网络电影为代表的 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创作生产 高速增长 今年上半年 全国被案播出的网络剧 近400部 网络电影4000多部 从整体上保持了增长态势 然而 问题也同样突出 今年上半年 总局共处理了 155部存在内容低俗等 违规问题的网络原创节目 其中 对125部严重违规节目 做了下线处理 对30部违规节目 做了下线重编处理 如何努力打造网络诗听文艺的高原 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接下来的三天里将有十多个网络诗听行业 议题直击网络大电影 短视频 二次元 影游互动等 百事通 爱奇艺 哔哩哔哩等 十家业内龙头企业大佬 将在户上论战交锋 浙江省台州市市长张斌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台州市作为长三角比较靠南端的城市 不仅要从区域规划 长江经济带等战略规划上来融入 也要从产业发展 金融发展上对接上海 张斌表示 目前台州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47位 但金融业态还不丰富 未来希望能与上海在内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等五个方面进行合作对接 像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 金融消费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等等 这些内金融机构我们很缺乏 这我们也想引进一些外资银行的分子机构 第三就是发展新的金融业态 基金公司 管理资讯机构等等 这些中介机构我们还是很缺 第四我们是引进资金 上海资金很丰富 第五个方面的信用信息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很高兴 演播室请来的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 瑞蒙先生 早上好 瑞老师 主持人好 今天瑞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解读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 并且展望金砖国家的下一个金色十年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已经在厦门圆满落幕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也会见了中外记者 介绍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情况 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通过了厦门宣言 重申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全面总结了金砖合作十年来的成功经验 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 神华各领域务师合作 规划了新蓝图 各国领导人决心以厦门会晤为新起点 共同打造更紧密 更广泛 更全面的战队伙伴关系 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各国领导人决心以厦门会晤为新起点 坚定信念 再接再历 共同打造更紧密 更广泛 更全面的战略伴关系 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的十年 习近平同时指出 会晤期间 中方举行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发出了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 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应该打造金砖家合作模式 携手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制度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注入更多正能量 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了 在整个会晤之后 习近平主席他的一段讲话 那么大家对金砖国家 金砖五国应该是了解了 但是他到底在我们全球的经济治理当中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第一个十年当中 他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您怎么来评价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话 我们发现金砖这个组织 使得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我们叫做新兴国家 在国际的经济治理的结构当中 有了新的发言权和它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国际的经济治理 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 表现为是以美元作为主要的结算单位 然后两个国际组织 这个世界银行和MF 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的阶段 他们的经济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 比如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是要脱贫 摆脱贫困 然后完成工业化 还有就是完善它的基础设施 那么这一切在发达国家 早已经完成了 所以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得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话语权没有人听到 或者是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 他们是被歧视的 比如说你一定要有美元 我的货币跟美元 可能是拿的钱还不够利差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新兴国家是被受歧视的 他们没有 他的声音没有听到 那么有了金砖五国了以后 那么慢慢发现 大家五个绳子 拧成一股神的话 有人听了 表现就在于咱们中国 去年加入了这个特别提款权 那么另外 这个五个国家合计的投票权 从到了今天 又差不多将近13% 所以要比十年之前的 这个投票的份额 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换句话说 发展中国家的 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诉求 可以在国际的治理建构中 有人听了 在普通的发展阶段 我们方方处在一个劣势 而我们拧成一股神之后 我们的话语权有了 有人愿意听我们的声音 这样才让我们能够 在这样一个处在 后面的一个阶段当中 尽快地改上去 那么大家就也期待 这十年我们得到了话语权 下一个金色十年 下一个十年 我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 第一个是从浅到深 就是之前的十年的合作 还是比较浅层次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宣言当中 看到有一些非常具体的 落地的方案 比如说成立新的开发银行 还有就是应急储备的安排 还有就是经济伙伴战略的协议等等 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合作 那么第二个词是从虚到实 那么原来的都是一些 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官方的 一些我们叫官面上的一些交流 那现在有慢慢具体的实施的方案 有落地的方案 第三个呢 从实 对不起 是从硬到软 过去我们只强调两个 一个是政治上的 大家保持一定的口径 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合作 那么现在已经扩展到了 人文的交流 那么我们知道 有人把金砖五国称为是一个盖大楼 我们盖大楼不能光有砖 还有什么 还有水泥 还有粘合剂 这个粘合剂 就是我们讲的软性的东西 就是人文之间的交流 那么我们从这次的宣言当中可以看到 它是从这个硬的到软了 那么最后一个词就是说突出了那八个字 就是开放 包容 合作 这个共赢 那么这个其实代表了是中国的方案 中国方案 其实这个八个字 习主席在过去的几次重要的国际场合 都有了非常清晰的阐述 而且是越来越清晰 从去年的杭州的G20 到今年年初的达沃斯 然后到五月份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到了七月份的汉堡 这个G20的会议 所以习主席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里面 对这个八个字 就是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 这个今天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是共同的问题 比如说经济的失衡 环保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反全球主义 这些都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 但是习主席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次的宣言当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总结 所以这是为金砖 未来的十年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也就是说实际上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厦门宣言 就传递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 也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按照这个方案 我们能不能就给设想 按照这个方案来开创金砖国家的下一个试点 是按照这样来进行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再把它细说一点的话 它向世界传递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那么在经济上又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点 可以值得我们再去关注一些 这个宣言一共是一万两千个字 如果我们把有关跟经济跟发展跟金融有关的词 全部提炼出来的话 有人数了一下差不多有五千多个字 占了将近一半 将近一半的这个数目 换句话说 目前就是未来十年的近期 中期远期的话 那么近期的重点还是在经贸 金融之间的合作 那么原因很简单 有人在开金砖会议之前 西方的媒体不看好 为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五个国家 天生就是不同的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 他们在四个州 对不对 然后呢 语言不一样 这个文化不一样 政治体制不一样 而且经济发展的阶段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五个国家凑在一起 那不是无核之重吗 但是呢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差异化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协力 我们叫做这个互相补充 求同存异 对的 就是你想 那个三个国家 资源丰富的国家 对不对 那么印度跟中国 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且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所以我们有天然的 我们叫做契合度 我们可以协同的发展 实现共赢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宣言当中 主要的篇幅 还是在讲这个经济的合作 伙伴的关系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刚才呢 这个魏老师呢 就这个我们的这个 厦门宣言 也就这个 金融国家大大的情况 所做的一个解读分析 那实际上在这个 领导人会晤之前 前一天这个 为期两天的这个 2017金融国家的 工商论坛 也是在举行的 这个论坛的4号 是在厦门闭幕了 那么工商界的 与会人士 也呼吁虚实结合 从基础设施 到数据信息两方面 来推进互联网的 互通合作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所谓时 即金融国家 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不放松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一直推进 金融国家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其在巴西已成为 最大配电公司 和最大输电公司 投资超过209亿美元 这个数字在未来三年 还将加大一倍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 书印彪表示 有了物畅激流 递进其力 人尽其才的物质基础 才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保罗·塞萨尔·斐尔瓦 提议金融国家 建立区域性的航空联盟和工作小组 他说 金融五国有更大的闲力 能更好实现互联互通 希望通过更加密切的合作 促进经济的发展 俄罗斯铁路公司 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企业 均有合作 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 总裁奥列格·别洛·泽罗夫认为 高铁的建成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促进经济发展 除了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多位与会工商界人士还建议 加强推动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 奥列格·别洛·泽罗夫指出 数据信息也是他们公司 与金庄国家合作的重要部分 以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交换电子数据 和阿里巴巴合作 让旅客在旅行期间感到舒适 初期2017年金庄国家工商论坛的 几内亚总统孔带也指出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 希望进一步加强道路 铁路 航空等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也加强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 好 这是我们了解这个工商方面的 刚才瑞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在我们这次的制定方针当中 有一个虚实 这个确实刚才我们看到的片子 也提到了一个虚实的结合 那么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从基础设施到数据信息这两方面 推进互联互通的合作 未来在经济领域方面 还会有哪个发展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果 未来又将走向什么方法 那么这次在宣言当中提到了 除了刚才做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以外 信息的互联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这个五个国家 同样都是农业的大国 都是能源的大国 那么这两个方面 有天然的合作的契机 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有在比如说在环保 低碳 这个绿色 发展过程当中要面临这些问题 对 怎么来如何来解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些 我们叫制度建设 比如说海关 怎么通关 怎么记账 会计 税收 还有反腐 这方面在这个宣言当中都有提到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虚实结合 就是说从原来的比较实的 单方面的我们讲贸易 讲投资 现在更扩展到 它的这个 跟它有关的一些 支持的系统的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 单一的来做这一件事情 对 反而把其他的一个分支 更好的来融进来 促进这件事情 更好的 因为今天时髦的词 就是一个生态环境 对不对 你光有这个贸易还不行 你还有配套的服务的跟上 对 那么实际上在这十年来 是不是我们的中国的企业 实际上跟这个携手 对方国家包括其他 这几个国家的企业 应该在建设方面 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 是的 因为在中国过去三十年 我们最擅长的 就是基础建设 我们一年可以建 很多的港口 很多的机场和高铁 国外可能几十年 才有建一次机会 所以中国可以跟他们分享 我们在基础 建设发展过程当中的 一些宝贵的经验 那么更重要的是 制定了我们新兴国家 或者发展中国家 我们自己的标准 标准很重要 因为过去的所有的标准 都是在发达国家的 大的跨国公司的手里 那么他们的标准 一旦制定好 我们就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帮他打工的 被动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制定了 标准以后 我们就有了未来的 发展的主动权 那么这个标准制定之后 是不是会 也会随着这个时间的 这个变化 让我们的中国企业 和这个其他国家的 这个企业进行 携手过程当中 也会在不断地找到一些 新的一些方向 新的一些亮点 那么这些亮点 又有可能体现在 哪些方面 那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大家彼此分享 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 所以有人 对金砖进行定位 到底他未来会怎么样的呢 有可能是发展成一个经济 一个经济的一个联盟 比如像这个 叫做经济 欧洲的经济共同体 也有可能变成是像 政治的共同体 像北约 但是从这一次的宣言来看 他既不走政治的 也不走军事的联盟 而是走我们是结盟 我们是结伴 但是不结盟的一个政策 所以从这个讲度当中 它变成了一个发展的国家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彼此分享经验的一个平台 那彼此学习的一个实验田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金砖 这个五国的这个宣言 为未来的这个十年的发展 这个制定了一个 我们叫指南针 一个纲要 那我们也 我个人也比较好奇 因为我们现在是金砖五国 对 那么如果他的这个影响力 在不断地扩大过程当中的话 是 那么这个范围 他的涵盖 会更多的 会更多的新兴和发展的国家 所以这次提出了金砖家的概念 金砖家就是不光光是我们五国了 我们只要是跟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的 共同的这个目标的 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 所以它是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 彼此分享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好 这个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这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接种学习会学教授瑞蒙恩老师 给我们解读这个 这次的金砖会晤的重要成果 以及展望一下 未来的这个下一个黄金十年的相关情况 再得到来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市场方面 证监会网站的消息 上海金华胶年新材料 广东德胜科技 上海风雨柱展示 浙江金华激光科技 重庆华森制药 广州精益影视传媒 六家公司首发获得通过 华通热力等三支新股 今天可以申购 其中华通热力申购代码是002893 网上发行1200万股 发行价格8.56元 公司是集共热项目投资 节能技术研发等服务于一体的 一个专业化的共热公司 煤轮电梯 升购代码是732321 网上发行3080万股 发行价格6.07元 公司是中国最专业化的 亚洲最大的电梯扶梯的制造基地之一 原上股份升购代码732813 网上发行882.8万股 发行价格10.17元 公司主要是为汽车整机厂 以及供应商提供零部件干线的运输 配送仓储品质检验等等一系列服务 据统计从已经停牌交易数来看 目前有37支个股的停牌时间 超过了100个交易日 数量超过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1% 其中新ST新益 新ST华泽中环股份 中房股份等四支个股的停牌时间 都超过了250天 如果从起始停牌日算起的话 都已经超过一年了 8月份以来 伴随着蓝筹股周期股的走强 IH当月和格际合约联系 出现了多天的升水 接着到昨天 IH主力合约升水持续时间 已经达到13个交易日 创下近两年来持续时间的新记录 而IH主力合约上一次出现 较长时间的一个连续的升水 还要追溯到2015年5月份的牛市的期间 360回归A股正在迎来新的进展 从相关渠道获悉 360正在策划借壳上市 标的公司已经停牌了 但是到底360最终会以何种方式登陆A股 一直都是在做两手准备的 既可以IPO 也可以借壳 两方面都有尝试 作为国内网络最大的互联网安全公司 360上市无疑会重塑 A股信息安全板块的一个格局 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看 中信国安 天液股份 中南文化 电广传媒 三七护鱼 雅克科技 浙江永强 巨华科技等 都有参股到360 工信部发布了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显示 2016年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7万亿元 这是2012年1.55倍 年均增速达到11.6%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是9.5% 软件业18.1% 增速始终居于各主要行业的潜力 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2016年 电子信息产业利润总额达到1.3万亿元 是2012年的1.89倍 年均增速达到17.3%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16.5% 软件也是18.2% 融资租赁业务正在成为上市公司的新宠 据统计 8月份以来 包括金雇股份 黄庭国际 长融股份 方胜制药等在内的30家上市公司 涉足或加纳了融资租赁的业务 参与形势包括设立或收购融资租赁的公司 开展售后回租的业务等等 业内专家认为 我国融资租赁业正处于从粗放发展 向稳定性竞争过度的阶段 协同产业链的发展 才是未来主流的发展方向 综合信息的公告 公司股票近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达到21.30% 公司再次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人民网公告 鉴于互联网彩票行业的现状和趋势 公司拟在业务内部设置彩票运营机构 加强人员配置 自营彩票信息服务业务 待互联网彩票政策出台之后 再继续申请网售的资质 此外公司将会启动控股子公司 人民澳客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权转让的工作 今天有哪些消息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我们来连线一下 申外红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部副总监 钱启敏先生请他来做一些介绍 你好 钱启敏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早 我们首先来看海外市场的表现 隔夜欧美股市都是调整的 其中美股的跌幅比较大 昨天道琼斯指数的跌幅达到0.93% 下跌了234点 这跌幅达到1.07% 那么这是近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大家知道海外市场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那如果说当天的波动幅度 尤其到收盘的时候能够出现一个中阴线 这个力度应该是比较震撼的 那与此同时呢 美元指数也是震荡走低 而黄金的期货呢 是持续的上行 目前最新的黄金期货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1344 也是创出了一年来的新高 年初的时候可能还在1200左右 那然后到1250-60的时候呢 盘整时间比较长 然后在最近啊 这个上行幅度比较快 那么这样的这种强弱的分化表明了 一方面呢 就是短期啊 受到这个地缘政治 地缘局势的一些影响 新的因素的影响 那么全球呢 这个避险情绪上升比较明显 那第二呢 就是从美国本国的经济情况来看啊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 上个月八月份的啊 新增就业人数呢 是大大的低于预期 也是表明啊 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和这个国会之间 关于相关的一些改革啊 一些议案啊 迟迟啊 出现纠结和胶着的情况 所以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这个复苏啊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犹豫和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更多的关注 就是海外市场的这种 比较明显的这种涨跌的分化 可能会对全球资本市场 当然也包括亚太市场 潜在的影响是需要投资关注的 那第二条消息呢 也是这个看资金啊 因为股票市场要震荡走强 资金的这个推动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在上升指数跨上3300点之后 这个市场的这个增量资金呢 是有所增加 虽然目前啊 这个证券投资保护基金网站 已经停止更新 营证转账系统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资金的进出的数据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可以看到 比方说开户数啊 投资者的开户数 7月份 周平均开户数 新增开户是28万 到了8月份呢 是增加到33万户啊 就每周 那么环比增加18% 那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像北上的资金啊 滬港通 深港通的北上资金 8月份 北上资金啊 净流入是 270亿元 创了今年以来的 单月的新高 其中呢 上周滬港通的 北上资金 单周净流入 147亿 也是创了2015年 8月份以来的新高 啊 很显然 行情在这个 上涨的过程当中 吸引了啊 增量资金的介入 不仅如此 我们也注意到像 产业资本上周也有啊 这个将近100亿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增持 另外包括啊 增金公司也好 券商也好 尤其私募 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前两天公布的 相关数据私募基金 在二季度末啊 持有的前十大股东的股票 是达到了1000亿以上啊 那么在3月末的时候 只有900亿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 各路资金都在纷纷的增持 这个呢 对于这个 互生股市啊 行情的持续回升 向上 是有帮助的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 9月份啊 也是这个三季度末 又是各家银行的 啊 这个考核的时点 啊 那么相对来说呢 可能资金面还会面临 一点的考验 比方说 我们注意到 最近几天 204001啊 这个隔夜回购的这个品种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利率水平仍然在4%左右 啊 仍然是偏高的 但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说 场外资金在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性影响 在不断的这个流露 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第三条 我们看看这个507子啊 这个连续升水 什么叫升水呢 就是交易价格比现在的50指数要高 也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品种是看好的 就会出现升水 那么到昨天为止 507子升水已经连续13天了 这个也是创了2015年5、6月份以来 就是那个杠杆由最高峰以来的最长的期限 那表明大家对于上证50 对于机油蓝筹未来的一个看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看到滬升300 中正500 这个7子呢 是小幅的贴水 什么叫贴水 就是交易价格比现在的指数要低 说明市场相对比较谨慎 而这种升水和贴水的反差 表明大家对局部 尤其是大蓝筹的局部 还是保持了积极乐观 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回顾过去啊 这个历史上最长的 这个507子 升水的这个最长期限是16个交易日 是发生在2015年的5月到6月之间 那么目前呢 上证50的这个升水已经13个交易日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想对投资者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 大盘蓝筹股有望成为市场的持续性的一个风口 以及大家的一个选股的一个思路得以借鉴 好 以上就是市场点睛主持人 好 谢谢 那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策略啊 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刘景德 早上好刘先生 主持人您好 对于市场怎么来看 从短期来看 大盘有一定回调的压力 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呢 从昨天的走势看 成交量呢有所萎缩 另外一个呢 上涨的力度呢略显不足 从这个热点来看 前期最活跃的就是钢铁 煤炭等等一些品种 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 但是呢 由于保险的品种 应该说呢大幅上涨 这样的话对指数 形成了明显的这种带动作用 包括软件 元器件 包括半导体一些股票 表现也比较突出 所以市场热点呢 是此消彼长 热点的轮番的启动呢 维持股指呢在上行 但上行的力度呢 有所减弱 量呢又有所萎缩 所以在这个连续的 短线上涨之后 技术指标显示呢 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但回调的幅度 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呢很多的一些品种 还在处于低位 尤其是大盘蓝筹股当中 中石油和中石化等等 基本上还处于低位 这些股票一旦互盘的话 股指基本是维持稳定的 所以后期的走势呢 震荡上行的格局不会改变 但是短线难免会有所震荡 部分涨高的一些品种 可能会出现调整 尤其是次行股 昨天许多次行股出现跌停 这样近期呢 大家对涨幅较高的一些品种 应该适当地减半 而对回调到位 反复注底的股票呢 可以适当地加仓 总体的思路呢 保持这个应该说 这个一定的仓位 比如说保持在六成 或者是五成左右的仓位 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应该说后市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江河基金研究员孙天一 道场天一 主持人你好 对近期市场投资有什么建议 国际的A股震荡收红 护质收涨0.14% 到3384点 上涨50% 以0.68%的涨 50%涨两市 中小创分别上涨 0.57%和0.08% 两市合计成交5626亿 较能较前一交易日有所下降 上周固执连续四个交易日 收出十字金 表明多空竞争激烈 本周的市场表现 预料能配合良好 3300.1有效突破 红红经济面上 8月公布的BMI数据向好 显示三季度经济 延续稳重向好趋势 流动性角度看 人民币深值叠加外 及流入边际改善了 资金面积经衡的状态 风险偏好角度看 3300.1线的有效突破 激活了作多热情 市场预期趋向乐观 我们认为无需过忧 短线看好后市的反弹行情 但提醒投资者 注意波动加大的风险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 中暴披露结束 建议投资者自下而上 精选估值与业绩 匹配合理的标的 板块方面推荐大消费和大金融 主题投资 推荐不断升温的果改 主持人 以下我们再连线到 东正期货的李小辉 请他来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 相关情况 早上好小辉 好的主持人 我们先看一下 白糖期权交易方面的一些情况 银行波动率指标 整体较上一日 越有增加 成交量方面 数据显示 堪糖期权在新权价为 6800点 而堪贴期权在 6200点的点位 成交相对活跃 然后我们建议投资者 卖出1月 新权价为 6800点的抗奖期权 然后白糖期权的消息面 我们再看一下 8月份受 中秋及国庆双接前的 采购旺期推动 糖价受到带动而走升 但9月初销量 转弹的迹象有所显现 国内仍面临 消化库存的压力 综合判断 8月份的销量数据 利好有限 糖市仍然承受了 较大的压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内商品日盘方面的一些情况 黑色气多数品种 维持在高位震荡 目前 钢价期限价格走势 出现背底 反映了市场对需求 释放的担忧 一方面环保多差 可能抑制下游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呢 钢价走势太强 可能引发下游的抵制 综合来看 短期内钢价 维持在高位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而有色系的护铜涨超百分之 宏观的利多因素仍然存在 库存走低 对铜价也形成支撑 铜价短期内 难有显著的回调迹象 聚敏息跌近百分之 当前聚息厅 库存依旧偏低 加之装置的开工率略有下降 市场看涨情绪有存 但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下游需求对高价 抵出的情绪 以及高位的击差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下 股指期货方面的情况 IF-IH主力合约 在高开后维持在高位震荡 而IC则探底回升 另外IF-4月合约贴水幅度 大幅收窄 IH仍旧呈现正击差 但击差率在减小 近期期指将维持在偏强的状态 但地缘政治风险 虽然暂时并没有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但一旦事态升级 其实大波动将不可避免 好的 主持人 财经早班车 来看一下3D市场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则消息 港交所近日公布了 最新的港股通的名单 其中35只个股被调入 9只被调出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调整 市场人士表示很多资金 在8月中旬恒生公司公布 既检结果时就已经提前布局了 预计这一轮调整当中 新的强势股很快就会浮现 过往被纳入港股通标的的股票 多数在股价上有所表现 以3月调入的公司为例 在调入港股通的23只股票中 超过一半的股份涨幅均超过了10% 其中有三只股份的涨幅更超过了40% 表现最佳的IGG 其累计上涨幅度高达108% 而本次的新名单中 还出现了诸如年初至今累计涨幅达到 375%的秋泰科技等焦点股份 分析人士表示 那些基本面较好 并有一定补涨空间的个股 是当前布局的良好标的 如果他们在盈利的情况 是有一定的改善的水平的话 我估计应该可以吸引到 一部分的内地机构投资者 我估计这个过程是会比较漫长的 所以它的股价的势头会比较强劲 但是不愧一不督到位 好 以下我们就分别连线到 深圳演播室和香港演播室 今天在深圳演播室的是 金元证券的李海斌先生 早上好 李先生 在香港演播室 是药材证券的黄伟豪先生 早上好 黄先生 那就接着刚才我们的片子 港股通进行了一个标的的调整 而且有个别的标的 被出现了一个热炒的情况 那么在你看来 会不会有一些强势股 在这些新调入的标的当中会产生 我觉得整个这个走势 应该是比较短期一点的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近来 就是整个大市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炒作的主题 比如说在过去8月 有这个业绩期 但是在8月之后已经完结了 还有就是近来外围的正确 也正确也是一个变数 还有未来也有欧洲央行的 这个扩币进行的会议 还有内地的数据会公布等等 所以整个大市呢 其实变数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资金进来就比较小了 追捧一些大盘股 反而来看呢 就追捧一些中小盘的股份 还有特别是就是进来 这个港股通有一个 这个名单有个调整嘛 所以基金不容在港股的 这个基金也好 或者是一个北水也好 也对他们有一个追捧 但是我觉得这个追捧的 这个动作呢 会比较短期一点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这些股份 虽然是比拉入这个港股通名单 但是他们基本面其实不是太 有一个太强的这个情况嘛 比如说个别的 在过去的中期业绩 其实他们的盈利增长 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觉得基金也是在 进来没有特别的 其他的这个炒作之后呢 做一个短善的补处嘛 好 谢谢 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呢 转到这个深圳演播室 请李海斌先生啊 近期呢对于市场 您怎么来看啊 市场现在的交通呢 好像不太活跃 并不是很积极 尤其呢这个创业 创业版呢也发生一些变化 您怎么来对于后市 做一个预判 好 对于这个市场的 这个近期走势啊 我个人仍然是在中短期内 仍然是保持乐观 因为市场呢 一个方面已经是有效地 站稳了3300 那么市场的整个的这个气氛呢 也被有效带活 那么同时创业版方面呢 是可以说近一段时间 涨幅明显超过主板 主要的原因呢 在于这个创蓝筹的这个概念呢 被挖掘 那么同时 随着人工智能啊 等一些新的一些高新技术的 被广大投资者的认识 以及一些高科技型的公司 具有核心技术的这些公司呢 被市场所挖掘吧 那么这个投资的热情呢 明显的提升 而且这些公司 我们注意到 这个大额资金的流入啊 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一种新的这个投资潮流呢 正在这个兴起 就是说关注这一类的这种公司 那么他们的这个模式呢 就有点啊 类似于这个模仿 美国的一些这个 一些类似于高成长的那些公司 所以这种投资潮流呢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它在短期内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同时主板方面呢 这个资源股还是继续活跃 我们看人民币连续升值 对于市场的这种资源股啊 这个形成非常有力的支撑 那么资源股也是震荡上行 并且呢 资源股在震荡上行过程中间呢 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活跃 也就是说 它还是一种稳步上行的态势 所以呢 应该还是有继续上行的潜力 蓝蟲股方面呢 还是保持着一个局部活跃 那么总体平稳的特征 虽然说有部分的股票高位 有滞涨的情况 但是多数的股票的话 还是保持着一种 缓步上行特征 特别是金融类的股票 仍然是比较稳定 好的 主持人 谢谢 再次感谢李海文先生 和黄伟豪先生呢 做相关的解读和分析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各位 那我们今天那个 7点到9点的节目呢 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